历史上美俄关系从二战盟友到敌对状态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为何俄罗斯的频频嗜好却换来美国的处处打压 美俄退出中岛条约是否会给中国带来威胁 美俄关系又会向何处去 本期课程将对美俄国际战略深度剖析 看美俄两大巨头如何斗智斗勇 洞悉国际局势学习战略思维 欢迎收看举作的国际战略课 大家好 我是举作张兆忠 这一套课一共是17 着实给大家讲讲国际战略问题 讲讲美俄关系 一讲美俄关系 大家说俄罗斯现在还算大国吗 推了毛的凤凰不如计 这个GDP都跟广东省差不多 都排在韩国后面了 探讨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 是不是强国 经济重要 但是军事更重要 军事里头主要是看核武器 俄罗斯的核力量跟美国平起平坐 全球的核力量加起来 美俄是占了90%以上 瘦斯的骆驼比马大 1700多万平方公里 是不是 能不是大国吗 核力量跟美国匹敌 所以说牛 美俄之间的这个恩怨怨太多了 是不是 这个如果说从二战追溯开始 二战时期 伊北河会失 那是战友 反法也是同盟国 美国1941年 罗斯湖前述的租借法案 给苏联113亿美元的军用物资援助 当时对苏联非常铁 整个二战期间 苏联生产的国产汽车 一共是20万辆 美国就给了它43万辆 比它自己国产汽车的一半还要多 二战以后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以后 长达40年冷战 美国和苏联 华越和北约 两大军事集团 两个朝鲜大国就开始怼 怼了40多年 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个忽悠项目 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美国说中国有战户局 美国战户局在那个时候 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总统里根亲自带头忽悠 我们要搞这个SDI计划 战略防御倡议 要在太空建一系列的盾牌 激光武器 电子树 高能武器等等 搞了一大堆 说是要投资一万一美元 把苏联的导弹全给它灭掉 戈尔巴乔夫就急了 就急了 苏联就提出来要发展更多的导弹 那你发展更多的导弹就要花更多的钱 美国就联合沙特控制石油的价格 不要超过25美元 因为苏联动途地带 打出来一桶油至少20美元的成本 让你赔本转腰了 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 最后没有办法跟美国去打太空战 然后最后戈尔巴乔夫最后提出一个新思维 就说我们搞什么都核武器干啥 以后都核冬天 生活都灭绝了 我们发展核武器干啥呀 所以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说我们要签署一个中导条约吧 先从中程导弹开始 5500公里以内的 所以1987年双方签了一个中导 接下来以后 1991年又签了一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就是中级弹弹导弹 所以说双方就开始又握手言和 又握手言和 那就等于从中程远程洲际 所有的导弹都有条约 根据条约那就是大卸八块呗 大卸八块你自己裁剪还不行 必须是美国 德国 北约的一个国家来监督你 5160大卸八块 核潜艇大卸八块 军舰大卸八块 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经历了 太惨了 那么漂亮的图160电锯 给你全拆不烂 拿那个挖土机 给你全砸不烂了 就这样 叶利钦在他执政期间 对美国唯命是从 叶利钦就认为共产主义不好 社会主义不好 只有资本主义才好 就整个的这个全都是倒向美国 倒向美国以后呢 武器装备大半部分全给他裁剪了 然后呢 把远洋进攻战略 结果让叶利钦一将就转为界限防御了 取消坦克装甲车在红场阅兵 小布什说是 如果你要打阿富汗战争的话 俄罗斯愿意给你开放领空 开放陆地通道 允许北约的车辆 北约的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 对阿富汗进行支援 哇 普京当时对美国真是敞开心扉啊 兄弟情义啊 就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这个奥巴马时期呢 确定了三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就是俄罗斯 第二大挑战就是ISIS 把俄罗斯跟了ISIS并列 第三大挑战是埃博拉病毒 特朗普政府确定的这个三大威胁 三大敌对国家 第一是俄罗斯 第二是伊朗 第三是朝鲜 所以说整个在美国 你看俄罗斯对美国这么好 美国把俄罗斯当敌人 算计这个俄罗斯 就是开始在俄罗斯周边挖墙角 挖的第一个墙角就格鲁吉亚 美国培养在美国上学的格鲁吉亚的留学生 萨克什维利 二十多岁小孩 然后回来之后 竞选当了总统了 当了总统之后的话呢 就开始搞延伸革命 要加入什么北约 所以俄罗斯就对他特别有意见 然后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普京在北京开奥运会 奥运停战协定 任何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举行 以及奥运会之前和之后的一周之内都不能发动战争 结果格鲁吉亚就发动战争 普京在北京就打长途电话 就打手机 命令58集团军司令就开始出动 通过逻辑隧道 然后穿越这个山脉 最后对格鲁吉亚进行攻击 打的结果呢 是把他两个省两个字区 一个叫南欧塞蒂 就靠着俄罗斯说俄语的 还有一个叫阿卜哈兹 是一个海港 打了五天 两个省没了 没了 这是格鲁吉亚 然后呢 就策动乌克兰 乌克兰老想加入北约 老想加入欧盟 所以这个2004年开始呢 美国和西方策动橙色革命 结果呢 这个普京 2014年 就克里米亚攻投 攻投以后并入俄罗斯 结果呢 顿巴斯地区 顿尼斯克和罗干斯克 集体亲俄 说不定哪一天 现在已经要求要并入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对美国 真心实意的好 但是美国整天一天起来 欺负俄罗斯 恶心俄罗斯 俄罗斯呢 对美国也算是看透了 叙利亚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直是苏联时期 就是像塔尔图斯啊等等 这就是他的军事基地 和苏联的关系都比较好 有好几个海空军基地 就我们说这个ISIS 说这个基地组织 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谁养大的 都是美国养大的 这北拉登原来他是沙特人 那个时候呢 就是1979年到198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北拉登当时20多岁 跑到那个阿富汗去 支持反苏游击队 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一发现 这小伙子不错 家里又有钱 就把他发展成中情局特工 最后他做大了之后 又到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 他回到沙特 就说为什么沙特 跟美国联合起来打我们的兄弟伊拉克呢 他就说服 最后沙特 这个皇室就说 你别多管闲事 最后他又跑了 跑了之后又开始返美 你看 美国又把本拉登给弄死 美国把沙特给推翻 推翻之后 这个一帮子小毛贼 最后就自己开始搞武装 因为伊拉克没有政府了 军队解散了 一些被遣散的 一些军阀 一些人结果就组织起来 就搞成ISIS了 做大ISIS做大以后 他国土的面积 所谓的伊斯兰国 他国土面积比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大 当时 这个普京决定要出兵叙利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选择 因为当时乌克兰那边面临克里米亚的危机 乌克兰对巴斯地区一天到晚 在那个地方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照说应该俄罗斯重兵是对付乌克兰 结果没想到他调重兵到叙利亚来 这个太厉害了 正东击西调兵到叙利亚来 就开始陆海空军轮战 这是一个真的战场 陆海空军到这来 打个两三个月就回去 再一个新的部队到这来再训练 通过这么多年的打 最后把ISIS给消灭了 基本上消灭了 消灭了以后呢 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前进基地 而且养肥了伊朗 伊朗进到叙利亚之后呢 又对沙特和以色列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我几年前我就总结出来 我说合着这个俄罗斯 这个花了22亿美元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整个就控制了中东的局势 控制了中东局势的结果呢 是形成了一个什叶派的走廊 一个环形的什叶派地带 从伊朗开始 伊拉克 然后叙利亚 然后黎巴内 巴勒斯坦 也没 你看 正好是一个什叶派 那美国看啥了 美国从1996年沙磨顿派计划开始 到明年2020年 正好30年 美国这30年 投资多少钱 我就看了一个材料 就是从2001年到2018年 这8年投资了7万亿 那差不多每年1万亿美元 死伤多少人呢 你打了30年 有没有30万亿美元呀 你全投到这里都去了 结果是干什么的 原来说 为什么打仗 打仗弄石油 现在美国一个油田也没有 那油田 中国人那是最多的 叙利亚在那重建 凡是美国和西方的 你战户重建 一个都不能参加 要重建 中国来 中国是激战狂魔 所以说美国就是 赔本转吆喝 赔本转就土一爽 花了很多钱 死了很多人 最后拍屁股跑了 俄罗斯控制 整个中东的局势 美俄在那个地方争 伊朗做大 我们就说 预棒相争 愚翁得利 就是这个问题 伊朗这个命特别好 这三年中东战争 美国等于帮助伊朗 消灭了伊朗的最大的敌人 号称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的伊拉克 就把萨达姆给干死了 结果打了八年 伊朗都没有把伊拉克给消灭 美国帮着伊朗把他的敌人 萨达姆给消灭了 美国在叙利亚败走卖城 伊朗现在处于主动进攻 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 伊朗现在开始 根本就不用美元了 全用人民币结算 俄罗斯也用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这稀里糊涂成了一个国际货币 上海还成立了石油期货 还可以做石油期货 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太厉害了 美俄将来会发展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俄罗斯这个民族 不服输不认怂 这个是战斗民族 有战斗精神 顽强坚韧 这个主要是为国战争的时候 养成了这种不屈不挠 好勇斗狠 勇于拼搏 这样的一种精神 你说这个困难时期 你在制裁困难时期 九十年代建国初期 食不果腹 一天吃一顿饭 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度过来了 所以俄罗斯呢 这个什么都不怕 魂不练 这个 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说要斗 美国退出重道条约 重道条约就陷进这一半 这是那个战斗导弹陆机版 大家很少见到这个 原来就是裁剪之前 不说在欧洲 现在以后就是中岛 签了以后都买了 现在美国又叨弄出来 准备要搞这个陆 陆街的中岛 另外这个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2021年到 到了以后可能美国不再续签 那不再续签 美俄之间就没有什么 条约限制了 那就随便搞决定竞赛了 战略核武器的竞赛 中程导弹的竞赛 高超音速武器的竞赛 太空竞赛 那就麻烦了 对中国来讲 它主要的跟俄罗斯去斗 对中国相对来讲是一个战略喘息 战略喘息 但是问题是美国不仅光跟俄罗斯斗 两个拳都同时打 一个打俄罗斯 一个打中国 所以说呢 中俄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战略协设伙伙伴关系 反正我们两家对付你美国一个 我们也不是军事同盟 但是中俄日渐经常烈焰 所以美国也害怕 关键是中俄背后还有一帮小兄弟 伊朗 叙利亚 很多 美国那个地方 村村天后出事冒烟 让你心神不宁 这个所以说呢 这个预测未来呢 这种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美俄之间呀 这样的争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 但是呢 就是这种除去中导这方面的竞赛之外呢 也应该看到缓和的一面 今天呢 给大家讲了讲美俄之间的关系 美俄是两个世界大国 讲他们两个其实是最难讲的 这天天的方便们的事太多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